罪臣范贤 假死欺君 罪无可受死不足惜 你要给朕一个交代 庆余年第一季的结尾 范贤赌上了自己的性命 选择假死的情节可谓充满了谜题 那么范贤为何要这么做呢 他又是如何顺利逃脱谢碧安的掌控 回到京都的呢 可以说范贤选择假死 只是在当时情况下的一种权宜之计罢了 范贤受命出使北齐 不仅接回了阎兵云 扬了南庆国威 还利用北齐内部的派系之争 因是力道害死了肖安 朱杀了沈仲 并掌握了南庆高层参与走私的重要信息 任务完成的可谓十分完美 回到庆国后 必然会受到庆帝的封赏 加上他要娶郡主长财权 试图一片大好 而他在夺敌之战中 却并未站队 这种不能被掌控的人 必然会威胁到一些人的利益 因为没有人会希望 一个在外面立了大功的人回到京都 然后跟自己在京都的地盘上奋一杯羹 对范贤来说 回去相比出来 需更加谨慎小心才行 所以他在启程回京都之前 就与阎兵云进行了一次深入的交谈 告诉对方 使团已经被很多双眼睛盯上 回去的路途定然十分艰难 遇袭或者发生什么其他意外都是大概率事件 两人也一早就达成了一致 就算后面出手的不是二皇子 而是长公主 太子 或者其他什么势力 阎兵云也一定会配合范贤演完这场戏 相对于其他人 谢必安毕竟是范贤相较熟悉的 如果是其他什么势力派出的死士之流 估计后续想调查真相 也会如大海捞针 为了不让这种情况发生 范贤才选择了与谢必安这位二皇子的手下来演完后面的戏 当时的情况是 阎兵云假装被策反 一箭刺串了范贤 而范贤因为修炼了霸道真气 已经提前保护好自己的重要器官 王启年等到谢必安等人走后 便立刻跑出来将范贤救下 然后抄近路快马加鞭返回京都 并找到曾经跟随范贤学习过缝合之术的范若若 帮助范贤缝合了伤口 二皇子以为范贤已死就会放松警惕 被他掌控起来的范思哲 藤子京儿子和费界等人就获得了暂时的安全 严兵云成为了二皇子的亲信 可以卧底在其身边 持续为范贤传递消息 范贤自己则可以继续潜伏起来 暗中调查诸多真相 少去许多牵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